哥,你看我收鱼的平底锅 谁问你平底锅了,把降昆大铁锤还我 嗯,给你就是了嘛 什么,实在欺负天下无敌最最可爱的美少女 哦,是你阿阳,那没事了 好了好了,大家先做一下心理准备 这个世界虽然已经安全了 可墨影一族自食之中都在为非作来 所以我决定,接下来我们一起寻找村庄 用我们所积累下来的绿宝石当作财富和村民打下良好的关系 共同对抗墨影咯 可以可以,我同意阿阳的想法 世界何必什么的,我也要登场 小月姐姐呢,阿阳去哪我去哪,还能怎么样呢 好,我们即刻启程,寻找战友 冲呀 大家都到其没有 海王子说拉肚子不来了 哇,有人来救救我们 你个笨蛋蛋蛋,怎么还没出门就掉河里了呢 一定是裤子看的 我看你小子是不想上来的 对了,心仪和零二还在家里睡懒觉呢,都说不去了 没事没事,就我们几个也够了 我们这次就往这个方向走吧 其他三个方向我们都已经探索过了 可是这前面只有一万无几的大海啊 真的能找到镜头吗 相信我的直觉,一定没问题的 可是阿阳,为什么只剩我们三个人了 唉,别理那群走路都能叫河里的大笨蛋了 等到时候我们找到村赵,给他们发个信号就是了 走到路,又可以出去玩咯 可乐,你怎么就知道玩 我们不是说好了要去寻找战友的吗 对啊,只有联合起来才有能力对抗这七招物的冒影龙 可恶的冒影龙 居然在以一种恐怖的速度,疯狂增染了自己的实力 可恶 没事没事,有我们在呢,狐龙小队万岁 我去,又有一座实力神殿 没在做的话,里面应该会有一个幸运方块 唉,唉,阿阳哥你等等我呀 等到爷爷掉海里面去了 要我说几次啊,加速和下船不是一个建位啊 我去,我的船塑交了,可乐救我 唉呀,你坚持住,我把船停换了就来救你 停换个什么呀,你到底停换过人 唉呀,你的脑袋卡住我的船了 唉呀,你说什么 打我一拳,我去,谁让你有斧头打了呀 血掉比呼吸还快 人家不小心嘛,手抖了一下嘛 唉,总算上来了,话说,脑洞军呢 阿阳,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呀 脑洞军十分钟之前就掉河里了 哦,洗个澡挺好的,幸运方块,我来喽 哦,这是什么呀,好时尚的洋洋军啊 名字都是彩色的 这哪是什么石鹰神殿啊,这是蹦迪神殿嘛 有饭吃了 哦,对了对了,我得跟小月联系一下 让她带些食物过来 这次有那么多人,食物不都准备一点的话 路上被饿死就尴尬了